美鳳姐說要請GINO 就是一起合作 知道妳們要問什麼 先跟前衛說一下 不好意思 就是我簡單的解釋一下這部分 其實說真的 這次我上了一課 GINO為不告二辯 就董家道歉 謝美鳳姐教育做人各重要 GINO日前因悄悄到三立 與前董家明氏沒好好分手 早打前輩陳美鳳 隔空教育警察出席活動回應了 本來對我來說 因為我跟明氏已經 已經沒有合約好幾年 那後來的戲劇約 也都是單獨跟製作公司簽約 對我來說 我就是把經紀人幫我安排的工作 我做好最重要 那後來當然孫總就幫我安排了 來到三立 接了下一部戲劇 但我沒想到會造成 這麼大的一個風波 如果看到鳳凰的總經理 美鳳姐說的話 其實我真的上了一課 我也覺得要說抱歉 我認為不管怎麼樣 不管有約沒有約 我身為晚輩 我都應該要有 告知的義務 這次造成大家的困擾 浪費一些社會資源 我真的很抱歉 那我私下又穿簡訊給美鳳媽咪 我說哎呀 媽咪不好意思造成你的困擾 他說也不會啦 他覺得這是人生的階段 身為藝人就是一直著重 在表演這一塊 我覺得讓我忽略這件事情 那難怪之前 有前輩都跟我說 其實 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日前民視鳳凰應能總經理 待人不飽的發文下 GINO留言受教的招三明解讀成嗆聲 傳那個受教的是你不必傳的嗎 對啊 我傳的啊 因為我就是看到趙總寫那個 我才發現啊 我好像疏忽了什麼 那我趕快就回應他 為什麼會唱 有點像他對不對 為什麼 啊會嗎 看起來會這樣嗎 會 我完全沒有那個分析耶 因為我覺得寫太多 反而好像我在解釋什麼 那我看完就真的覺得說 嗯 其實趙總講得對啊 這件事情就是我疏忽了 我是很誠心誠意的 說了這句話 沒想到 看錯了 又被人家誤會了 好完了 那可能又讓趙總 誤會家誤會 剛好因為我經紀人 你知道孫總是比較 比較大的拋型 但我相信他做的決定 其實都是為我 像比如說上一次 我們在三立開星系的記者 記者會的時候 我就比較是讓他來做發言 我後來一發現 這些風波之後才認為 我好像應該自己出來 解釋一下 甚至我認為是道歉 你怎麼願意求勞的問題 不要 我現在是寫到什麼 林榮大哥 我就覺得 他怎麼知道 林榮大哥多少錢 我都不知道 沒有這個問題 努力做的 我都在當中 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 自然 我都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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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管